戒窗是由大小仅0.3到0.4公里的人戒蛮所引起 这种小虫只生活在人类皮肤表浅的表皮层内 以角质为实 不会飞也不会跳 每天仅在表皮层内爬行数毫米 尽管这些步行目的外表特征 戒窗却能引起骚痒程度是属一属二名的皮肤病 郭综合医院皮肤科刘贵中主治医师表示 戒窗它是有一种小虫叫人类蛮引起的病 那它主要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 有很多的红丘疹 最主要是因为戒虫会诱发一个厉害的过敏反应 那戒窗它比较困难诊断的一个地方 通常就是第一次得病会有1到2个月的潜伏期 加上症状痒痒红疹也并不是很有特异性 所以要诊断这个病有时候的确有点困难 要靠医疗人员跟病人或家属本身的高警觉性 那治疗的话当然就是找专业的皮肤科医师 要有耐心的配合治疗 因为需要几周甚至有时候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治疗好的病 那治愈后就没有这个困难 需要注意它最主要这个病 它就是耗发在人口密集 容易有长时间反复皮肤接触的区域 那所以就是像病房区 长照机构监狱军营里等等 或者是家庭里的同睡者 这种都是有比较高的机会得到 所以如果密切的接触者有类似的症状 那自己也要提高警觉 随着人口老化 长照机构的使用率增加 加上戒疮的症状与红疹并不一定具有特异性 甚至可能有一至两个月的潜伏期 若没有及早诊断出来 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戒疮的传播与盛行 对于近期曾经或经常出入前数高风险区域的人 身上若有积氧 散在或集中性的红丘疹 特别是在皮肤皱褶处 且经一般湿疹治疗都没改善 或密切接触者也有类似症状时 就要提高警觉 找专业的皮肤科医师求诊 以立早期诊断 正确治疗 及防止戒疮的传染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